作為一哥,在這樣的場合, 我真的笑不出來 我覺得好笑的就是他用這麼差的敵口 去解釋他那天的失言狀況 我想他要明白他自己是什麼身份 當然一個可能是叫私人飯局 但那裡為數人少,也有很多是他下屬 甚至是一些其他人士 作為一哥,在這樣的場合 我看不到為何可以說一些不經過大腦的事 普通的家庭聚會,或者我們面向都可能明白 但始終在那裡,我不覺得是一個 所謂這麼簡單的私人飯局 而他的說話,我希望他也會分胸重 那些裝備等等 很明顯,你看到這次整個財政預算案 可以說警隊的增加支出 因為由於警隊增加的支出 可以說是一枝獨秀 大家都看到他的比以往是增加超過20% 而編制人手力也增加了很多 那是否要將事情合理化呢 很明顯 什麼本土的恐怖主義 我的理解呢 就是我在特區政府的口中也沒有聽過 沒有在其他官員聽過 我也沒有聽過 中國政府這樣形容香港的一個狀況 那麼自己去將整個香港現在的形勢 故意將它好像危險化 將它上綱上線 其實根本就是為自己去找藉口 去嘗試去合理化了他們的增加撥款 拿多些資源走來買東西打市民 用來換裝甲車 又買催淚彈 甚至是否除了一些休班警員要有警棍之外 還想給予一些胡椒噴霧等等的裝備 但是這些事情我覺得要有些比較實在的基礎 而且現在增加撥款的數目 258億其實相當龐大 拍片去解釋其實不足夠 而且我也看不到一些社會運動 或者我們上次的反送中整個條例的這些運動 會是一個一直不斷地連連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暫時看不到PK等所說的 那些說什麼恐怖主義等等的狀況出現 希望都是一句說了 作為一哥我也是覺得值得神言 我作為立法會議員就未有這個幸 那就是跟他直接接觸的 因為本來應該上來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 交代一下香港的罪案情況 但是因為疫情就眼後一次又一次 本來以為去參觀新屋嶺 那晚眾期待 終於以為有得去新屋嶺 雖然現在不知道他翻身成怎樣 但是也取消了 所以未有機會直接接觸這位新一哥 不過在一些犯罪的片段當中看到 好像很幽默感 又好像不是很英感 好像很平易近人感 那究竟他是哪一種呢 我也很想有機會去經歷一下 所以我也會很客觀地看看他真人是怎樣 是否真人不露相 還是見到只有這麼多 坦白說我不覺得是甚麼魔鬼細節 你問我的錢 其實我反而在你看到財爺拿著一萬元 死都要自己派 不肯放在那三百億的抗疫基金那裏 反而我覺得有財就留自己拿 不會那麼笨給林鄭 當然你有你那三百億 你去拿你自己財 我有我的一萬元我就去派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 那個抗疫基金 本身應該是財爺去看的 因為根據這個法例 那個抗疫基金應該是財爺去看的 就不是由張建宗作為政務司司長 去牽頭的 純粹去解說 因為整個管理等等 都應該屬於財政司司長核閒 這就是個條例 基金成立的根據那個條例法律 是這樣說的那個架構 但林鄭就拿不到那派一萬元的彩 一萬元的彩 陳茂波就自己拿回 當然你說財政預算案 每一個部門 無論是那處都好 一定會去搶資源 我不覺得是甚麼魔鬼細節 你問我 我們都預料了 他一定會想薄猛增加賠款 但是薄猛是哪個部份呢 是否在取得一些他根本不應該有的東西呢 很簡單 我們看回去年的 後來他修正了的開支 其實增加了很多 而今年的預算 就在那裏修正 沒有那麼多 但是增加了幾十億 就放在今年的預算 放在其他開支那裏 那裏很可能是用來買催淚彈 可能是買其他的一些裝備等等 但是在那些部份 又未有詳細交代 所以那個魔鬼細節 是否純粹增加賠款 我覺得未必 但是他用來買些甚麼 交代得清不清楚呢 這些就真正是魔鬼細節中 最毒的地方 我們就要看看 那些東西是否合理 和政府可否交代清楚呢 當然大家明白 現在立法會的局面 但是首先我覺得 我可以說是毫無疑問 一定會有議員提出一些修訂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預算其實都是一條條例 所以我們一定會提出修訂 可能將整個警隊的 叫增加賠款 可能整個剔除或者有些修訂等等 甚至會否再修訂一下 一些官員的人工 即不是捐 我們現在懲罰 要減他們的人工 也不奇怪 然後你說有些人問 拉布等等 當然我們拉布 是在適當的情況 真的沒有問題 這些擺明是手段 建制派為了整天罵我們拉布 又說會被市民懲罰 我想他們輸完一、二、四都明白 這些重彈舊調 是沒有人去追 但是拉布究竟我們拉不拉得成功 我相信如果大家看看過去一段日子 有梁君彥作為主席和建制派的合作 再加上政府的外面和裏應外合 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是定時辯論整個財政預算案 將所有修訂和大財政預算案 都一次過討論 所以我的記憶也是限時的 所以你說拉布可以拉成怎樣 可能這部分都有些困難 但是當然我們仍然會竭盡所能 看看有甚麼地方 我們可以去想一想 看看有沒有辦法將它分拆 我現在都覺得普遍市民很明白我的立場 即是一萬元政府不是施捨給我們 現在是政府因為做錯了太多事 反而是它自己要貢獻補償市民 不要搞錯 不是甚麼大恩惠那樣 甚麼福地降臨 也不是這樣的事情 它只不過現在是補了幾隻鑊 但是市民原諒它這個令計 但是你說我們會怎樣投票 我們公民黨是直接的 我們公民黨有五大訴求 那它只是已經做到一樣 還有四樣是仍然欠奉的 那我就看不到我們公民黨 有甚麼方法可以支持它 那另外民主派的話 我亦都看不到 暫時我不太覺得到 有民主派的議員說會投資鐵票 而且我相信支持民主的朋友 會明白那一萬元 是真的不會收買到我們 它只不過是做一個最基本的補償 而如果有支持民主的朋友 而又未忘記反送中運動的話 我不相信收了一萬元會突然變成支持特區政府 林鄭的罪業到今天都未屬五大訴求 都未搞定 你到去不要做夢了